Hello 今晚聚賢的節目就是跨年特輯 對,很開心 看到我們是紅色,又有輝春等等 我純粹是報警版 因為要得大家開心,我們是跨年 今晚是一個精彩嘉賓 尊重,這位是好朋友 你見到他這麼時尚的髮型,時尚的服飾 但你很難想像我身後面這麼漂亮的字 前面的複字等等的手字,是來自於Sara的手 對,非常厲害 藝術家是沒有形象限制的 對,因為書法是一般人覺得比較年長、成熟的人 我為什麼會想起這個主題 事源是這樣,跟他講,我們都是貓友 談到什麼,今年還未寫這個輝春給你 我就說,蛤?輝春?你又寫輝春? 平時很少說這些 對,我們是完全不關事的 新年有一集就根本是一個跨年 我正想著新年有什麼說 輝春是最貼合的 而且現在有少人可以手寫輝春 沒錯,貪方便都是印刷多 印刷和其實真的少 以前就是叔叔在那張桌子寫的 現在就少了很多 所以也很難得的捉他上來 和他寫是比較特別的 在說還要算輸 香港如果是民間 如果真的要教算輸的話 我想就只有他 以書法來計算都難度很高 對,他還以為只是寫算有黑的 所以有很多事情可以談 所以事源就是這樣 我先和大家介紹這個背景 給你一點時間和我們的觀眾說幾句 大家好,謝謝 這些不是算輸 這些看得明白 因為你看得明白就不是算輸 你看得明白就是方便我們這些凡夫俗子 你看得很光幕這些就是 這就是算輸 等一下可以慢慢說一下 這些是一般人會明白的 剛才說如果你有些不明白的算輸 你可以看到這些揮春就是不明白的算輸 先簡介一下,算輸為什麼這麼難搞呢 因為如果稍微讀歷史之後 在秦朝開始就行遞書 取代了算輸 以時間來計算 秦始皇之前寫的 中國的文字就是算輸寫的 剛剛好,對接了應該就是 對嗎? 差不多 周朝天子才寫算輸 你明白的 就是楚國人寫算輸 就是藍環鳥 這些少許忠史的東西了解之後 來到現代其實相對都會少 大家會熟悉的 可能見得多的 了解的可能我們看得明白的 就已經不是這部分 但為什麼你會選擇這種 這麼少人 這麼古舊的一個 就是書法的文字 去學這件事 或者寫這件事 其實都完全是八卦 因為小到大我還是喜歡 藝術 漂亮的那些東西 藝術家 就是裝有型的那些東西 所以全港人不太多了 所以就更加有型了 其實我現在有在工聯會的教授 但是我以前是在工聯會的學線 就是這麼簡單 學那個 就是工作方 學那個叫船黑 船黑 即是黑石漿的線 學那個船黑 其實不是我選擇船樹 其實我本身是喜歡畫畫的 講起上來根本我是喜歡畫畫 是完全沒有關係 畫還是西洋畫 你說什麼畫都好 什麼畫都好 其實我喜歡化開去的感覺 或者顏色又變化 就是水 那些東西 那些東西我就覺得很神旺 但是可以說不是我選擇船樹 是船樹選擇我 因為我上了兩三行 原份問題 是真的原份 上了兩三行 那些東西真的會跟我 然後我那個老師 剛才有一張照片好像辣到他 哈哈哈哈 不知道是不是 我負責做技術支援 你繼續說 他就說你不要在這裏學了 你跟我學習 然後就去他家裡跟他學 變成是私人的 算是私人的 即是跟徒弟的吧 後來他沒有這樣教過另一個人 果然講緣份 藝術 不講死 真的講緣份 而且你外面上課 和徒弟形式是兩件事 你還要吸收他的精髓 除了一些型 技術之外 你的態度 或者一些心法 內功 其實這樣才能學到 由錢入心 我剛才說Sara帶著先看 算書的形象 來來來來 怎麼看這麼複雜 這個藝術創作 不是這麼容易 這個就會 不只是寫字這麼簡單 這個 這個呢 是很複雜的 這個呢 這個呢 其實就是 或者Sara介紹一些精髓 因為算書 跟我們現在寫的極書 或者一十字 不要說是遞書 最大分別在哪裏 因為看到的 有對比 跟我們後面的字 是方便和不方便 當然不是 照得最容易說的 就是方便和不方便 後來我們會寫這些極書 就是方便 遞書也是這樣演變出來 接下來你用原子筆 是另一件事 已經是另一件事 譬如說見到 最基本的 這裡是說身體健康 沒有東西啊 很厲害 認得到的 因為呢 很實在的 我手上有一個 現代版的 大家有一個對比 這個行書 這個行書 和這個遞書 你看到分別 我想那個是 像型多些 還是可能 那些字望下去 其實相對地 是要古多些少的 可以這麼說 因為這樣看 這個我們看慣的部分 但問題是 有些故事 就是我們等你的時間 我們在研究 我們在研究的時候 有一些其實 想完都不太明白 有一些像像型文 是有些跟他本身 可能那個位置 或者那個東西 譬如說那個心字 可能他的心 就是歪開一邊 即是畫個心出來 是的 有一些像的 所以都是像型的感覺 比較重 但譬如這些字 很明顯是差很遠 譬如在我寫的程度 你兩樣都可以處理到 分別是甚麼 這是我一般人的認知 專業認知是甚麼 一定要處理到的 其實寫算書 你用到算書的筆法 其實你就寫什麼書 都會好處理的 照道理 還有算書 就講求很多 比較 不如我們這樣說 你看那個字 漂亮不漂亮 就有四件事 第一件事 如果想小算 現在這些是小算 小算來說 你的字 要長 然後 就很多對稱的東西 你會看到很多對稱的東西 兩邊的東西 它的下擺就會有書章 但書章得來是不會誇張 然後 第四件事 就是我們用白色來計算黑色 你現在看到是紅色而已 就是用白色來計算黑色 就是你把白色來看 它的面積會差不多 這個就是你手心眼協調的東西 但是你不是說 我眼睛不行 我的手震 不是的 不一定會做 其實是可以練的 有些人寫完算書 他告訴我他懂得游泳 很神奇 就是手眼協調 做成這個地方 可以去到這個地步 所以 你說的方法不是沒有 但是就是要練 果然的藝術心法 不是外人那麼容易掌握 幾句都說了 你可能是喜歡漂亮的東西 這是我的 不好意思 這麼快的觀眾打入 不是 我想說 起碼他有這個美術底對漂亮 很有要求 有時候寫字這些位置 我覺得會比較執著 我不知道是不是這個字 對不對 另外剛才你說過 比例上 我想你對眼的比例 或者可能判斷 是要比較清晰一點 我覺得有一個有趣的東西 就是剛才看完我們熟悉的文字 跟這一類 我覺得比較多圓的地方 就是那些位置比較圓潤一點 有圓的 你可以說是方中大圓 因為它其實是硬和軟都有的 就是等於一個人都會有它剛強和柔弱的時候 你放在一起 你雖然會是軟 你感覺是軟 但是它好像不是一條繩跌落地 它是一個鋼筋 彎曲的鋼筋 亦都很強 就是有筋有骨 是 我這些很初階的 做一個比較去做這件事 亦都希望令到觀眾容易理解 只是在我過程中 為什麼我覺得這麼圓呢 因為看上去少一些攻擊性 少一些攻擊性 因為一般這些是硬身的角 你都知道有些起角的位置 零角多的眼睛是覺得好像 擱著擱著擱著不舒服 但是它這裏的紋是比較圓潤一點 而且比較多 你看到尾都是比較修得舒服一點 你知道人對一些圓形的東西 是比較覺得好可愛一點 或者容易溝通多一點 如果不是小朋友 貓仔的眼睛那麼圓 哎呀好可愛 這個是心理上 他經常說貓仔的眼睛 是的 我就這樣估計 因為人一般對尖硬的東西 以及對圓形的東西 是有不同的感覺的 這個有一點歷史原因 因為之前還是大選 大選很不對稱 問題是從金石文到大選 到小選的過程當中 差不多你看到中國文字的書寫結構 它是由這個象形 即是象徵 慢慢去到一個相對規範的書寫方式 剛剛Manda在說 是否特別要避開圓形 如果我沒有記錯就不是 不肯定 因為你自己的簡化過程當中 你是把很多圓的東西 用了直來代替 例如吉祥的吉字 它原本古字裏面 真的有一個口的形象 人的口是四方的 除非摸到自摩十三腰 四萬的口是四方 如果自然的口是這樣的 香雙蕉就是小小的 所以審美角度來看 由一個象形演變到所謂規範化 所謂方塊自中間 這個就是Transitional的形象 結合了象形和方塊自中間的擺法 很有趣 為什麼我剛才這樣問的問題 就是會不會以前的人 或生活的時間內 比較自然 還是比較舒服 好像越來軟化之後 或者方便等等 抽象了 抽象了 現在可能變得方便了 如果Sara喜歡藝術的概念 你看Milo畫的畫 四四方的抽象畫 其實是一棵樹 其實抽象化的概念 你玩過藝術就知道 為什麼會有一棵樹的形象 變成Milo畫 又橫又直的線條 還有他抽象的概念 這也是進步的 中國文字一早已經做了這件事 很多人沒有留意 Apartum就是Linguistic 即是語言學的 中國字很過癮 是有建築美的 所以這個是另外一種 尤其是美學的欣賞 對,而且比較少一些 現在我們看得到 算書通常要看的 都是其他兩項書 當作為何要抓他上來 他還要說這件事 還有剛才在說 在他的教學當中 為什麼我說年輕的 大家想到通常是 算是 這些比較成熟一點 我在這裡等下 是年輕的 是成熟一點 原因就是 很多時候可能有很多底蘊 你才會 感覺上 你會有文化 但是你來教 會不會有一些 在教學當中的時間裡 遇到這班 這麼成熟的朋友 還有通常是男士真的 算是 真的 有沒有遇過什麼挑戰 可能是有的 你看我的樣子就知道 信不過 你一進房間 你也會信不過 但也有些趣事 不如你 我不只教這個小孫 我還有教孫克 孫克其實很多 臥虎藏龍 他們很可能是畫畫 又或者很可能是 某一個範疇有一些 一定的成就 他想看看這些是什麼 他是來學孫克 來學孫克 他先進入班房 我通常是早到的 我在那裡撿東西等等 然後他就會問我 收據 收據不是交給你嗎 即是當作為秘書 即是那些 當作為阿四 對 那些是阿四 不是都不是阿四 那些收據 我說是呀 你給我吧 然後等了很久 然後 開始了 我開始說話 他們就下巴掉落地 然後我唯有補回一句 是呀 我是假偶那個 即是我面都紅了 我真的有時候忘了說 即是面都紅了 這樣對你也可能會這樣 見過很多次的眼光 和下巴掉落地 挺好玩 不過還有一些 會來 即是叫做 踢館 踢館 藝術家站也有這麼多 沒錯 凡親玩藝術都那些 一生不能藏二虎 那些 都應該說 不是去那個牆 應該說 玩藝術都有一些 一般來說都有點傲骨 即是 雲無第一 武無第二 知道的 是呀 先他不相信你 會做這些事情 看你的樣子 你是女生 看你的樣子 這麼年輕 看他的樣子 看他的樣子 是年輕 是 而來的人 也是 頭髮跟我差不多顏色 即是白白的 你是染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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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試過有一堂 第一堂 我講錯一個字 調轉了 然後他就 倒閉到我 真的 是 有些會是這樣的 是 不過是可以的 如果通常這些 他真的根本信不過我 他第二堂就離開 是 是 但是 都挺好的 證明到我EQ 又有EQ 做老師很多時候都要 調節一下 就是你要教那個版 可能他本身 他會比你成長一點 或者他比較有地位一點 他自己有一定的成就 他都不能信過你 你來教我 我憑什麼 是 是 很實在 那你真的憑什麼 坦白說 他現在覺得自己好得才是踢 但他怎樣可以令到他 心服口服 很快 對你 很快 如果令到一個人心服口服 我一示範他們 就沒有聲音出 很多時候都是 因為 那塊石頭出來 只看一條環直線 他們都看不到 一般來說 看不到 你說陰黑揚黑 他們分不開環直線 有什麼事 一塊石頭 不如假設它是四方 我們界定它是環線 還是直線 我們就看它的邊 或者是 有時候的石頭 都會是 有少許梯形之類 我們一說一塊石頭 多數是方 像張這些 大多數 有方有長 有橢圓形 隨形之類 不如我叫你在石頭上 畫一條直線 很可能已經很困難 然後當它要在石頭上 黑條直線 不要出 不要出去 畫已經難做一刻 你就這樣塗手落 那些嗎 是啊 你想用隔斜的嗎 不是 我偷懶的 不好意思 你不是用墨寫上去的嗎 都會用墨 但我其實不夠 所以我出口 你很厲害 你都明白我沒有 我用紙 弄了一個帽子 貼上去 度好位置 浸洞 不是全部 有幾個點 有幾個點 我怕觀眾不明白 你講得很詳細 這些照片 會不會有些 不如這樣 好 這是人名 古語城 古語城 古語看到了 是 古語 三點水 有一個女子 一個女字 OK 成順那個成 鹽子邊 這個古字 這個 就是用了一點點 風泥的感覺 買下去 所以你會覺得 它有一點點爛邊 還有那個 有一點點脫脫的 但脫得來 線形都是直的 但是 這些東西 我就要求學生 用墨 直接寫到石頭 難怪 我玩到很久 我知道 所以難道 為什麼高手過子 一下子就應 你看到這個席位 一下子就人氧畫 如果你不用墨 你根本就不會進度 有玩過 朋友真的要明白 石頭不是紙 是不會吸水的 是一個墨 落在石頭 要下來 直線 但是很難度高 不是油漆 不是油漆 所以你真的看到 三人仔很厲害 我不敢挑戰 很美 一過來就已經處理到 厲害 厲害 還有剛才你說的 你還要有一點 假裝 剛才你說的 風靈 風靈 你還要有一點美術的效果 才能處理到 你不見得多 你不浸淫過 你沒有感覺 這個比例 那個構圖 我年輕的時候 看很多書 一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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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讀書 不是 所有東西都是 很多書 美學的概念 如果你不是浸淫得久 你是拿不到的 而且你不是 你是創作 你還要把舊的東西 再演變出來 你沒有底 這個人名古代沒有出現 我不要再抄 他一定是現代人 他不會生存到現在 沉寂記 不是古天駱 古天駱 所以這個部分很不同 看來是古舊的味道 但如你所說 那些人想挑戰你 始終你一說話 說到尾也有一個句 所有理論的東西都是浪費的 一起來 就已經可以 他們或是真的可以 很緊張 但立刻沒有聲音出 頭幾課都要讓他們挑戰一下 因為我 要不然他們不會服 都讓他們挑戰 因為我 他們覺得挑戰完你 就是我教 就教基本功 我不是 你說我四個小時要搞定 不可能的 絕對沒有可能的 你說我要學一期十二課 都有機會做到一對對章 但是因為我 十二課 很開心 因為我做得令他們要明白很多基本功 而且令他們要由基本的東西做起 就不要做一些鬼馬路的東西 因為我自己不贊成黑英文 各位觀眾看這個構圖 下面那個 對大宣達人的 有一個進化過程 所以為什麼 Sara說 你有些事是不可以跳跳跳的 如果 你不明白 那些造字架構的演變 你是不明白 為什麼 它要像這樣 要去下這個字字字形 所以這個大宣的 像型化 大家未必能猜到發生什麼事 會不會猜到 我的心已經是很方形,但依然是保持圓角的,為什麼呢? 可能Sara真的會解釋,為什麼用石章來做擂台呢? 因為其實古代你不是有那麼多紙的,也不是那麼多墨和漆的 其實通常的做法,如果是平常的書簡,你是用刀刻在竹简上 但正式宮廷用,例如這些章的話,真的是石頭 現在叫金石,金屬和石頭,金石紋就是這樣 大家明白,你由工具的演變,到無筆出現的時候 將過程,如果你不是浸淹那麼多,你也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 我想以前的事始終都是一句,人們都是由最基本慢慢上來 是很紮實的,只是沒辦法,可能我的課程的時間很有限 如果老師不是很堅持的話,有時候就會變成市場的一種 變成了一些人就學一些不學一些 其實你這個文化或這個藝術不能夠成全下去 所以Sara幸好有緣分,有師傅教她 她一定是一個人很OK的,師傅不會入室 要有料,要不然人家不會收 很明顯是看結果,師傅沒有看錯人 這兩個印就是我黑臂老師的 其實是一個沙子蛋糕 是呀,這張是肥肉稿 你不要噴東西 你冷靜一點 其實這只不過是Laser Print 放一張他們能吃的東西 但是我的印本身是先黑了 上面的福德長壽,那個是白紋 我想你也認識的,下面的珠紋也是大樹 這個就是我老師的名字 老計,丁有年,九十 他九十歲 所以現在還未是丁有年 不合了春才是 那就是一個祝福 然後呢,九十 但是中間這幾個是不是你 那隻子妖就是丁手 丁有年 所以這個是大算更難猜的 這個東西應該是兩cm左右 兩cm你… 因為他的蛋糕不需要太複雜 但是他寫的時候就是 他刷出來應該是大一點的 但是黑的時候是兩cm 那隻子妖應該是三分一隻 尾指甲 但是也不難的 口功力 都完全不難 你落慣手就說OK不難 你手心萬血條 這樣就是 你雖然很簡單 你腦裏面有個構圖 你覺得很簡單 其他人用多少功夫才可以掌握到 但是如果由零開始到你現在 這個叫掌握到多久 那年紀不要說 其實兩歲就開始玩了 大概二十多年左右 所以大家不用氣餒 那不是的,你學一件事 最重要是堅持 那時候我老師叫我去他的家 他就自己在那裡吹水 不停說那些東西 當然一定要說一下威瑞士 聽一下 然後我在那裡做什麼呢 我在那裡做 寫橫線、直線、弧線、圓圈 只寫這四樣東西 基本功 我寫了半年 一個字沒有寫過 後來半年之後 他就問我 你覺得怎樣 我就告訴他 我覺得很有趣 真的很好玩 我是很誇張 他那些表情很誇張 很好玩 很有趣 就是入少林子 別人叫你摘下摘半年那隻 你覺得很好玩 一定 有些人是忍不住的 我也不知道他為什麼看我三堂 就看到我是這樣的人 不是的 我覺得真的 老師傅他會看到你某些特質 你不懂是應該的 但是你的特質可以 他就教你的技巧 你才能吃得到 如果你的特質不行 我給什麼都好 那些衣機、裝水 什麼都會流出去 這個底打都不好 應該可能已經離開了 所以半年都還說 很好玩 直環你試給任何人 沒有可能 但是這個特質 令你可以承傳到他 很多的精髓 可能是這個人這麼誇張 那些人都這麼開心 然後他說 行了 你可以繼續學下去 我想說 原來不想不讓我學 其實是的 原來半年考了試 考試考了半年 有時候每一個人都要一段時間 就算我沒有學生 有一個更高的難度 因為中國人的師傅 你不要說他的心態封閉 有時候教徒弟的事情 就是選別人來教 如果不選對別人 因為他不肯教 有些事情 算是 很明白的 那半年那個淘汰賽 其實他沒有教過我 剛才有某些口訣 心法 某些小巧 其實那些是很重要的 他可能不覺不覺 說他那些東西 你又吸收了 可能你不知道 或者我又想像力豐富 他可能說了一些東西 我自己就想到他那裡 我想你的妝打得好 而且事實上很多時候 如果你要把整個藝術拿走 不是說只是技術那麼簡單 你裏面的潛延物化 或者那種美感 其實在某程度上 可能你去到你的師傅家 我不知道他可能放了很多很棒的東西 你看到都是很棒的東西 但你自己都會看書 對 那個年代 二十多年前 你哪有電腦 哪有網絡 我們要找個字 這個字不懂 說文解字 說文解字 有時也沒有 因為我們現代太多字 因為我們所有文字 都不斷進化 所以如果我真的不記得那個字 或者我真的不懂那個字 我怎麼辦 我看完所有的印譜 看完 看完 看完印譜 你不是練部手 看印譜 你不會問老師 因為老師 第一他又不太想回答你 第二 可能他真的想訓練我 但我都算是很有心機 看完所有的印譜 找完所有的字 所以看完所有的字 因為悲託夢多 整篇寫的字 所以比較少 全部都是要看 根本是一個研究 一個字不懂 永遠只有一個字不懂 可能過兩個星期之後 你會看第二個字不懂 又看一次 所以你便看了很多印譜 你沒有現成字典 除了說文解字之外 但你看印譜會好 因為你會潛延密化 知道他怎樣用 那隻字 那些美感入了腦 自己都不知道 很重要 這就是浸淫 藝術 那些潛意識的學習才會暗地浮出來 看天分的 你問著我 死了給你看 那不會有人的天分 你有你厲害的地方 你說話中文 你有你厲害的地方 但我覺得Sara就是 原來你的背景是這樣的 就無端端令到你 可能別人覺得你不是那樣 但是暗瓦底 裡面那一層這麼幼 而且是一條直線就看到 最少半年功力 我想沒有一個學生這麼認真 沒有現在 現在那些人跟我說什麼 那些人跟我說 我要寫一個作品 那我就下個禮拜要送給人 下個禮拜 即是找我教他 然後我就說 我教不了你了 對不起 真的 我想很多時候 有些綜色的文化 有些學生說 月底我就要做公司 或是自己結婚 或是幫別人結婚 你結過了 不是我 我是一個學生 我真的有一個學生 是來上我堂的時候 他自己結婚 我就問他 你們結婚你上來做什麼 我沒有去找同學做MC 就是他拿過MC class 那個時候一個月 坐腳石 就是找人 找一個不用付錢的MC 這麼有趣 但他朋友沒有所謂 但最重要是說真的 你就是基本的 他可以應付到朋友的事 可能就應付到朋友送給他 但是你說真的好像你那樣 可以開班 或者是看出來 即是連小公子都覺得 哇 原來你這樣反發 你看到他有東西很少 我這樣 那樣 我沒有底蚊 還有 哈哈哈哈 所以我很明白 你怎麼看得到那幫學生 Sara聽到太多謠言 哈哈 沒聽過 我跟其他人不會亂說話的 這是真的 我想其中一個 我想某程度上 都可以帶出一件事 如果你真的很想很想做得好 那件事 或是像樣一些 可以隨意K.O.都不同 人 例如說 沒有 那樣東西 我想你花心機 和認真是對一件事 現在太忙了 很多人到處 現代人 是的 所以現在抒發這件事 逃野性情 那件事 很認真 這條線彎半年 是 我之前跟Sara說 我也想問一個問題 逃野性情 說到性情第一件事 就是印象當中 都比較文靜的人 就可能會做 或者是需要被文靜的人 是不是 需要被文靜 你到處走 你不如乖乖地學習 坐靜靜 那客語坐靜靜 因為你要集中 還有 你說手、眼、口、協調 全部都要 那這個人應該會靜下來 所有的事情都是 我問是否 這個就是 你見到一個學生是這樣 其實也不是 有不同的性格 都可以處理到的 絕對有的 有些人 其實算數有些是 治療來的 我見過有些是 有些 disable的 是訓練這個來 幫助他的 不過我自己不太懂 所以我就沒有去研究 但我上課的學生 真的不同的人 因為我那些叫平民化 我想你們大家都聽過工聯會 很平民化 因為他很少的錢就能學到 所以 算是甚麼人都有 他就好像剛才那樣 踢館的也有 他的心也不會靜 他也不會 很粗才會來 剛才有問他 對我來說 其實 應該是很文雅 心靈已經很優雅 也算是 但連踢館 或者 心不是太正 或者 不是太理想 都是寫得口手抒發 其實跟原先的藝術 是否有些違背 還是怎樣 各有各的 我估計 學藝術都有 有些 有些有門派分別 剛才那些可能是普通的 不服氣 沒有什麼 或者個性也是很好 每個人都有 我相信每個人的心裏 都有一隻兔子 或者有一隻小貓 你是可以靜 可以很瘋 好像你一樣 我跟他是跳舞 我們是瘋的 我們跳得很重要 但他可以很穩定 甚麼類型的人 我想你想學多一件事 例如中國藝術也好 或者希望可以感染到 那種寧靜和優雅的一面 或者可以嘗試一下 優雅的那些 你都不知道我會黑旋處 我現在就知道 我現在就知道 真的猜不到 又被人踢爆了 但你是中文的 那是很正常的 那是很真實的 不是很真實的 只是說偷雞 用舵片來做 希望你會先做這件事 然後會研究 然後會研究甚麼工具 研究書法 我以為是看字型 也有這樣做 你小看字典也有 字典很好看 你聽到是很好看 你這小朋友是 沒有碰過字典 不過這樣很好看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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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是這樣的 如果你真的失眠也好 好勇的 沒有的 這是戰止字典 但其實就是 你用原先的字典 以前的字典 說真的 我起碼牽涉到我 起碼有touch 而且它起碼一定要結 你一定要結 首先 這個遊戲你一定要知道 你要從中過程當中 你會看到 可能比其他東西 很好玩 旁邊的東西你會看到 整個字典 我常常常常看書 好一點 你會看到字的關係 是 是 你現在學得很厲害 剛才說很重要 尤其是你這個 是手 腦協調的東西 你起碼牽涉 很多時候少了觸感 觸感是甚麼 這些 這個單向 這間這個細度 其實有很多的神經 在這裏 某程度上 你多了其他觸感 會好些 還有我想 那個也有一點 很有趣的情況 就是 你在字典裡 其實你要跟回字典系統 你會願意去跟隨字典系統 對 但現在的小朋友 是很自主的 我喜歡按邊就按邊 很隨便 即沒有了耐性 其實寫書法是很有耐性的 算 幾秒都會覺得怎樣 還未回覆到 又適合 又再開 這個我想 跟你們這個藝術 有一個很大的違背 是的 因為你只要在那裏 應該都要磨一下 或者可能那些蜜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用無蜜 還是用一些先進的蜜 某些時候 對 某些時候 某些需要 就算不是這樣 你只要等它下去 那一刻 那些的耐性 你都要有 其實你培育一個人 為什麼剛才說 應該是 那個性格 會比較優雅 你都懂得慢一點 你都會願意去等 但是電子年代 通常沒有那些事情 很少的 所以你的學生 通常頭髮都是屬於比較淺色類 比較多 我說個笑話 有一次我 我唸了一個白色的頭髮 白色的頭髮 今晚我約了學生去喝茶 我去喝茶的時候 有一間房間 有一個八十幾歲的 他突然彈起來 我終於等到你的頭髮跟我一樣 這個人很天真 你保留那種天真才行 然後他跟我拍照 其實是很開心 他原來不是只說他就要的 聽說 證據這個 這個頭髮 現在黑了一點 新年 黑了一點 這陣子流行淺灰 OK的 那次我覺得很好笑 因為我有染髮 但我染白色的時候是第一次 他一走到我 很辛苦 人家很受歡迎 但我覺得 也要跟學生打成一片 是呀 絕對是呀 因為 有沒有多一些年輕人來學 也有 因為你啟發了之後 也有 我很想的 其實算黑 我自己覺得 我不知道別人是否覺得 我自己覺得算黑是很帥 是很有型的一種藝術 你書法當然也是 是 於是 其實我覺得現在我上的課 那個人的年齡層 即是學生來學藝的人的年齡層 是闊了 闊了 而且就 很現象 開始有人年輕過我 是 所以我就 是好事來的 因為藝術要成全的 是呀 起碼我將來過世他都應該 過世一下 慢慢長路 你還要很久 你還要很久 要很久 他如果不是年輕開始學的話 即是他能夠發展的時間又少了 算是 還有第一理由 對那件事的熱誠 你有沒有發燒 即是我可以說 我發燒發了二十多年 到現在還是很高燒 好事來 你先要繼續下去 還有我想 我不知道你剛才也說了 有一種耐性的問題 可能有些年輕一點 他會選擇這個藝術的 其實他都在鍛鍊自己個人的能力 或者可能那種耐性 即希望他們可以 可以多一點時間 和自己溝通 因為我相信你在寫的時間裏面 那種 我不知道 我不知狀態是怎樣 假設 你在寫的時間裏面 即使你幾個沒什麼想到 其實你會和自己的接觸多些 因為可能你運用自己的手 一些細微的位置 因為很多城市人 現在是很掛 自己的身體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因為他都沒有和自己溝通 算是 一下去是鍵盤 對 跟你自己很朋友 那一刻而已 但是你輕重快慢 你動一點點 你是會知道的 你和自己的身體 溝通應該會好很多 很遠 變成你和自己一個人 有些很厲害的 零性的階層 是否相對會好一點 那些小朋友來學 你會看到他有這樣的進步 或者可能會好一點 有的 我有一個小朋友很搞笑 幾歲 我想他八歲開始學 八歲開始學 太小的我就不教 我完全不教 因為我很怕 教不了 他來到後我就要照顧他 對 他還未到那個級別 差不多 然後他八歲開始學 他現在大概十一歲 又是我 不好意思 你繼續 然後他來到寫字 他很有趣 他寫完字 不用受 寫完字 不用受 我開始看他什麼事 原來他覺得那些 你那些字 就是你的字 印在手上 我印在手上 他覺得很漂亮 Tattoo 他覺得很漂亮 然後我又不斷地偷看他 原來他還要加一些顏色 你可以忍耐到創意 這個小朋友 很有創意 很有創意 很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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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體採繪 對 很有趣 黑白的 但是真的很好 怕玩 不敢告訴你 但至少他享受 或者可能會看到 他起碼會向一些 會媽媽罵 你不罵 你不罵 或者是不完整 因為你忍而已 因為你反轉 你忍了一下 你忍了一下 很奇怪 他可以聯想到再畫 最正是每次都不同 對 他不洗手 他現在有時候 會畫上指甲 很好笑 寫字 很好笑 這個小朋友很有趣 挺有趣 但他有沒有跟你的樣子 是媽媽罵 應該不會 其實父母親肯 讓這麼小年齡的小朋友 學這些 對成績沒有幫助 絕對是 絕對是 可能是 mental 有少許幫助 對 其實他也很開放 那個家長 所以他的家長 其實是很開心 他留在書法班 家長有沒有 feedback 跟成績有關嗎 家長的 feedback 其實他很喜歡他在這裏 因為他覺得他自己有成功感 那個小朋友覺得有成功感 對 他不斷覺得他有一些東西比別人厲害 嗯 開始自白 他無法複製 對 別人做不到 我免得做宣傳 是能夠複製 哈哈 慢慢再說 他可以說很多東西 我搞教育你就知道 他有事 他做教育就很明白 藝術教育很重要 而且我反而覺得 我始終很覺得一個人的成長 除了成績之外 他裏面的質素很重要 嗯 這是某程度上 就是處理他的質素的部分 至少他有成功感 他沒有成功感 他沒有成功感 就很猜量 漫漫長老 這個教育制度 他有些東西他有成功感 他願意再走 他還可以令自己願意吸收 如果有些小朋友關上了 好吧 我給你一個人 然後驅殼水完就離開 變了很多東西都會磨滅了這件事 對呀 他們很開心 如果他真的可以留在這裏 對呀 他們可以留在這裏 因為我教書的時候 跟現在應該有些不同 教他們比較嚴格 又會罵他們 如果他說話不看著我 又罵他 走的時候不說拜拜又罵他 所以如果他可以留在這裏 他個人很順 先說他個人很順 然後我講小朋友 當然他大人不可能 難怪我不會去上課 大人不是這樣 大人另一件事 你有需要你自己會敲他門的 我一大人就 待會再解釋教育員 對呀 教育員本身是很熟悉的 所以他一定會說 你跟Sara說一些正經的事 我補充一下 你也正經的 我想這個是小朋友的部分 剛才我看到你的照片 我都很想知道一件事 有一些部分 這些是綠色的頭 綠色的頭 最明顯是綠色的頭 這個 你剛才有些圖 所以 剛才說的時候 他漏了這些部分 還有這個 大人仔不好意思 對了 因為你除了寫字之外 還有這些部分 都可以說為什麼 還有字之外 還有這些圖畫 其實我根本很喜歡畫畫 無論如何都不可以 反過來才學畫再學 我現在真的沒有時間去再玩 因為我太快 太快在那裏拿到某一些 成績 一開始我學了選克 不久 可以說我學書法 學半年 我根本就是八卦 就是很八卦 就要參加書法比賽 整個天拿獎 然後就拿獎 拿到 那些評判認得 根本就是自己不好意思 然後就 不再去 比賽 比賽 所以太快在那裏拿到 成功感 拿到的那樣的成就 但是 如果我在黑夜的時候 不如有人叫我黑 你黑過佛獎 或者黑過觀音姐姐給我 我真的很開心 因為我才可以畫畫畫 和繪畫可以一起玩 有一點 因為其實你懂黑字 你都未必懂得畫畫 是的 未必懂得畫那樣東西出來 你畫那樣東西 以及你畫到那種神韻的東西 因為有些人 你畫佛 或者觀音 你畫得太像的話 就沒有 比如觀音 關上了暗瘡 你把暗瘡 把暗瘡放出來 其實是沒有了那種想像的 就是劉白的概念 那你不如 比如像這個 它有一點點 你又會感覺到那種 象徵性的感覺 是長和 盡量令到那種感覺出來 它這樣坐著又多放鬆 這個花 就是 蓮花 蓮花座 我覺得畫這朵花 我自己都很開心 就是這樣把它表達出來 因為本身 當然我參考很多圖片 或者看很多佛獎 看完之後 我自己融化之後 把它融化之後 我就把它做出來 畫原來的花 我自己都開心 首先是一個享受你自己 真的藝術創作 這個很重要 這個是另外一款 這個是很立體的 整個章本身是一個雕塑 提了字 有畫的章 那個章 叫做博弈 不過我不是做那樣 因為石本來的時候 就是這樣的形狀 我在石面的黑佛像 還有在那個 我們那個叫邊款 在那個 旁邊那裏就是黑的邊款 那些字看到我看 就看不到有它 這些看不到 觀眾也看不到 我這個看不到 有一點點 於心黑佛 睡在秉身 林小平 即是我的名字 祭佛像 於用心黑佛 用心黑佛是我自己的書齋名 我自己的名字 這樣 非常漂亮 我想你還演化了 這個文字、雕塑、圖片 一齊 就是你有很實在的底魂 然後就可以演變其他東西 好玩 你做這些公仔 佛像那些東西 太像是不漂亮的 其實最好就是幾筆 表達到那種感覆 閃畫的句話 很漂亮 你能夠感受到 另外剛才我們還沒說的 就是這些類型的字和線型 我可不可以說這些是什麼 線 難寫一線面 線呢 不是呀 線面快 你功夫好 另一件事一線也很難寫 我還沒用一隻手指來撐平 需要貼潮 撐平 而且這些線面 本身下了繁 你應該知道 它是很難想的 是呀 另一件事 還要做多一點點 一點點 好像火水下了明天 之類 在這裏來說 這個算很快達到目的了 你一個字一個字 寫過去 這個就是求學將以致用讀書 貴在虛心 很多時候寫算書這些 那些意思我很喜歡 我們很用心 我們要多學一些東西 那種感覺 我又覺得很忠 也不是的 我們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要 現在的人沒有的 問題是 很快 要快 不如有些人來 黑了一塊石頭 可能黑了一條直線 半年 我希望他都不是 他上了兩堂 他用刀用了兩堂 他可能上了六堂 用刀用了兩堂 兩堂我給他 他三個小時 沒有去廁所 沒有遲到 那三個小時 他說黑不了一條直線 我問你黑了多久 我黑了三個小時 他說 不是 你黑了三個小時 也不搞 然後 其實我黑了 要留職時間 對 我黑了這麼久 我黑了二十年 真的很不同 有些人說 我以前說是一個專業一晚小事 現在一個新的主題是二十小時 二十小時是你認識的 但你不是一定是專業 如果你是用了二十個小時 如果你是用了二十個小時 就說 為何我不可以像你這樣做的直線 你是不是有些計算不清楚 他完全不知道原來是要花這麼多時間 對 因為現代人就是堅持那樣東西沒有了 所以就是這樣 不過我為了令到他們能夠來 我上課是經常開玩笑的 令到他們 輕鬆一點 令到他們每次 例如他星期五上課 或者星期六上課 他很期待星期五 希望他每次都 你看到那個人期不期待 你知道的 因為 譬如我已經早到了 他早了我半個小時 到 他還不是期待 有誠意 他還不是期待 然後 還有一些 你不要說老人學不到 老人這件事不關事 因為我有一個奇英班 現在什麼奇英班 你還未到 全對是年輕 我入到班房 這麼年輕的人 我一開始接了一個工作 我真的問 怎麼教的 奇英是怎麼教的 然後我就想想 糟了 要不要拿手 那些 但不是的 不是的 走進去 每個人都 很精靈的 因為他出的理學 很精靈的 嘩 嘩 然後他們的熱誠 我希望令到他們 每個星期都很期待 那天 然後我給他們功課 他們做 他們會做足 之餘再做多 而且還要 那些哥哥姐姐是很勤力的 是啊 他們是很有心機的 是啊 因為我也有教過長者班 大幾歲的哥哥 四字詞語也好 一直說 厲害 而且他們是很開心 他又可以學新的東西 和表現自己 還是真是給一些 成人 對 表現自己 是有的 是表現他們會的 可能他回到家 那些小孩已經大了 可能真的沒那麼理睬 但他們可能在這裏 沒有看過這裏 很有型 我黑了很多張 回到家 很威風 不如我帶他們去展覽 有展覽 很開心 因為帶他們去展覽 他們是很開心的 我想他們拿了重新 有一種滿足感 或者挑戰 那些東西差不多 都沒有期待 起碼有些新的東西 例如我那邊有掌聲 另一邊 起碼放出來 嘩很棒 是呀 真的 新年就好像很需要你 即是附近就 提示的 起碼都會有一些 它有個價值 很多時候如果掌輩 可能有些位置 人們覺得它沒有什麼價值 那就慢慢說 可能沒有那麼開心 但起碼有些新的東西 即是衝擊一下 又或者有些 例如你那些實質 有些東西 你什麼年齡都可以考創意 對呀 我從來不覺得問題 不如有些人 現在放棄的藉口是很多 例如我年紀大 我看得不清楚 我太小 我不會拿刀 但是他們 問題是 你有沒有對那樣東西 產生熱誠 對呀 對呀 大腦開始再活動 新的東西去挑戰 對呀 開心是很不同 因為有些 做業務工作 有些長輩 當他不是那麼開心 或者沒有新的東西 刺激 他就會越來越嘔 情緒越來越低 其實健康掛勾 就越來越差 對呀 兩個極端是同一件事 他背書 和他練節練得開心 兩個很不同的反應 還要看什麼什麼事 還要是可以在那裡刺激 他會找到 應該會尊重小朋友 他會找到一些新的創意 他自然的感覺滿足 只要他媽媽不罵他 打他就可以了 那些媽媽要嫁 所以為什麼要說嫁 不好意思 所以一定會說話 後來得越忘傳 就不再玩 原因就是 其實我小時候的竹物是很差的 很難想像 我小時候是反過來英文字 去刷中文 好過死 該死 因為算是一個很帥的東西 你讀國嗎 找到了 問題就是這件事 後來為什麼中文會比英文好 後來的事 為什麼 Sara玩過你知道什麼 當你研究一個字典 寫什麼構圖的時候 你要找到很多東西 其實原來在不知不覺間 你已經背了很多古文 而你不知道 是是是是 所以我由中文好史 不懂寫字 去到背這個 背司機 前後只是半年前 那幾歲才知道 十多歲 十多歲 學習改化一點 修過印章的人 相當少 不要說 我都會扔炸彈 有圖畫 有字 我只是研究那個雲龍圖 不是字 但是研究那個雲龍圖 是 是 玩了整個星期 相關的字含 配對下去 是 構圖 做字方法 怎樣找個字 怎樣設計出來 那裡其實原來已經學了很多中文 你找了喜歡的東西 你要願意花整個星期 你那個教練目的 第一是專注力 其實你學什麼都小 但專注力是喜歡 最重要是喜歡 也就是說 那個藝術活動 本身的興趣 畫手也不要緊 那些也不要緊 我覺得很好笑 你會很好玩 有一個興趣 設定點 然後你是營造專注力 你專注成果令計 你本身是練習到專注力 去解決問題 絕對 然後是一個discipline 紀律 你做到那樣東西為止 你才交到課 因為它有成果 所以不要放棄 然後就是那個感覺 很多人忽略了這件事 因為我的中文忽略好了 小時候我看了 我會想訂一本書 我會想訂一本書 我們發覺那些字是可以有感覺的 而且你看完那個字背後 還有一個故事 有時候有故事 那些字是怎樣來的 為什麼要這樣 你會要尋根究底 因為現在很多的教育債檔 或者可能整個社會很習慣 就是準備盲給你 你不用玩一隻背 我要你最短的時間裏面 做所有事情出來 例如說說 異體字 你書法上處理那個空位的時候 你不同的方式處理那個字 有沒有絕對適合與錯 由越古老的字是越沒有標準 我告訴你 它有邏輯就是原因 它造字的六隻是不會變的 問題是 其實沒有絕對標準 你不會太容易接受 那些框框一定是適合與錯 但你以前是可以容許你沒有適合與錯 這當然是一定有的 你可能差一點點 不,你過了一點點 有些東西可能 因為他不懂得怎樣 問題就是 就是這樣為之適合與錯 是的 大問題 你的判斷力很重要 所以為什麼就是說 有很多時候 你專注力和紀律之後 就是你對學問本身 是不是有感覺 是 不是會背那樣的感覺 就算你完全不懂得背 但例如說 你知道去哪裏找的 是 傳動 一副東西不喜歡那些 就沒辦法 你不用逼我 我自己會半天三天先刨 然後我的速度 是可以一個星期刨完整套金融 中學畢業的時候 我是不懂的 我中三是不懂的 如果用你這個系統 放在衣服當然是 就是讓人們打遊戲 那怎樣漏夜打遊戲 其實他們是喜歡 只不過你放在一個 可能沒什麼特別的東西 他學到的 現在的小朋友很有感覺 打遊戲 可能他會玩電競 但是我聽過朋友說 他們怎樣學歷史 打遊戲 打三角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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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用的 有用的 有用的 一珠穿完帽 可以小心思考一下 你懂的 你懂的 我懂的 原來他說他打遊戲 懂的 當然你可以 如果有良心的發展 他們在發遊戲的時候 可能放一些真小小的東西 就不會教壞小朋友 但有些可能為了娛樂性 有時候你不知道是真還是假的 但起碼都對他有好處 有些時候以前那一套 太死板了 是 不知道原來那個 啟發作用 是這樣的 你把西方那套放回去 你就明白為什麼 所以有些變通 Sara的處理很好 起碼令到他有學習興趣 我想任何東西都有學習興趣 如果他沒有學習興趣的話 他不會肯用功 而且很實在的 你那裡是沒有考試 沒有計分 但是要過關 大哥 我為什麼這樣問呢 因為 你有一些是說 你要為了考試 為了要拿一張櫃 有一些朋友會 即不理三出 有一些朋友會 但他要的東西 不是這個藝術的本質 他是要那個外形 令到他偏向了 會沒有那麼多時間的心機去研究 還有我們就看到 這個 你說出來的結果 就是一個平衡 但是這個 拿著 他們不知道的 可能有些家長在學校 他需要一張櫃 他需要某些東西 所以 有些比賽也是要的 或有些子猛也是要的 因為比賽是最後的 你起碼學習的時間 你不鼓勵 或者你沒有這個 他們就不會走歪 你會變他 直線 就是直線 你做回最基本的事情 當他真的把他的能力處理到 興趣有了 到他選擇他才去比賽 那是兩樣東西 突然把這些東西吞到很遲 反過來 你看日本仔 新年的時候 他開筆那一刻的直書 他做回這件事 對很多傳統 你怎麼看是一個Ratual 儀式 很形式化著 但儀式是很需要的 問題是他那個形式 那麼多人在一起 有個小朋友 他自小每年都會重複這件事 他是有的前言默化在 你可以想一下 在這個班裡 有個儀式開筆大家 有活動或者是展覽 有個圖冊 或者其他的記錄 即是有個feedback 你用現代的藝術 現代的教育手法去處理這件事的話 我想應該希望家長會明白 這個重要性 不是在於你弄得這麼帥氣的石章出來 而是反過來 他會不會對文字 對學問 對藝術 真的會有感覺 真的會願意投入 我反而覺得 聽完Sarah這樣說 當然現在仍然會繼續 所以這班學生是大人比較多 對 原來是一些小朋友 或者是新的一代 如果外上這麼有型的文字 寫書法 寫書法和選書 就出了這些人給他 沒有 半年了 那隻腳就彈出來 那隻腳就彈出來 你明白為什麼 一收我的黑漿就不多 各位女士 打開眼 打開眼 一定搞定的 有本事 這些是另計 我們回到這裏 還有一些照片還未講完 這些是你上課的很厲害的威水史 這不是的了 這不是上課 其實是做一個講座 是講座的 講座 就是講座的部分 就會多人來 你看到 就這樣看 整場只有你一個染了這麼陰的頭髮 我雖然而知 剛才我經常在講 就是不是真的很多 可能是年輕或者陰的人去參與 你的混合比較有趣 你的底腕和你的外表 或者你喜歡的東西 一般人來講 可能不是太合適 只是感覺 因為你的形象 不一定是穿古裝 你只是玩而已 你不一定是這樣的 但都說不看旁邊的東西 你跟普通出去 例如唱歌 或者是時下的年輕人 那些感覺 是一樣的 但看這邊 藝術家沒有樣子看的 這樣才有藝術家的感覺 但我都說這個可能是古代的 不輸法 一般來說 就是還未穿古裝 可能是印象當中 所以為何你用Sara上來 就是打破了那種古舊的感覺 而且你看這邊 整個部分是完全兩樣東西 我都很怕穿那些閃亮亮的 始終是喜歡漂亮的 古裝不一定是閃亮亮的 古裝 那你穿古裝頭 那些過來 穿古裝頭 這個很有趣 你剛才告訴我 你的學生原來有些特別的 bonus 我沒事的 只是他上完十二課 他如果翻足七課八課 他只可以有兩次決席 如果他翻足了 就有機會抽獎 抽獎就是我寫的東西給他們 這個是建言施啟 你很聰明 看你的樣子是看不到的 剛才他說他有學 我這麼容易找到他 還要寫他的名字 是 哇哇哇哇 是否很開心 不是 因為你 我特地留個位置給他的 即是何時贈誰 留個位置給他 其實是一個示範 你拿走 因為寫小算 很多時候 人們看少你寫不到哪一款 但我覺得不一定 我覺得一定是 如果你要做一定做到 而且你覺得寫小算的人寫不到哪一款 不是的,我寫到給你看 為何有這樣的成見 又寫不到哪一款 字體不合 還是怎樣 很可能練習的東西不同 因為寫小算的東西 叫做正和齊整 很多時候寫哪一款 寫這些東西 行草 很可能他們認為 你寫一些東西 你寫不到那裏 但你猜不到心不見底 原來很必定 不是一個融會貫通 反而倒回去 對,其實應該是融會貫通 我想我覺得 正是直接學的東西 但你是太多東西可以走出來 所以你才可以融會貫通 最重要是你先八卦 這個是真的 有興趣 真的 所以相關的東西你都會拿 拿回來才可以做一件新的事 甚至乎將舊的東西更加優化 另外那個浸淫 你見得多 你真的會前面默化 多數是哪一款 如果你是算書那一款 多數是後來那些皇帝首多 娛男什麼什麼 扔豬仔章去 很多都是這樣 所以你見慣了 知道構圖如何 你真的前面默化了 但你底部本身是畫畫的 書與畫是一樣的 剪不開的也是 所以看了一個構圖 是怎樣來的 為什麼會隱藏樂款 就是讀死書 讀死書而你不去浸淫 你不是真的去學藝術 不是一種感覺 你只是交了一件貨 類似是抄的形式 基本上你的橫直肯定是要的 問題是再引伸出來 所以融會貫通 是畫畫底 這是考重的 如果你先用潑墨 很明顯 你磨墨也有考究 有些用美術底轉過來學這個書 應該是這樣說 我是很想先畫畫 最終是沒有機會畫 沒有時間去畫 而且他選了你 他選了我 真的有時候真的很好 沒有辦法 然後發覺原來 原來我真的有些東西 那天給了一個禮物 我就覺得應該 要在這方面做多些 我想我經常都跟別人說 應該我一生出來 是令人開心的 所以我就應該 就應該是 我覺得這件事是我的使命 好像以前我老師問 你去教什麼 以前我開始教書 就不是無理頭 去教書的 沒有人聘請的 最初是 因為我講話多 在某一些地方 我好像跟你一起 經常講話多 那些人就叫我去演講 講完之後 突然有很多人叫我 那些觀眾看完的版本 對 叫我去教書 然後我跟老師說 別人叫我這樣 我不懂教的 我不知道怎樣做 教書 你又要學另外一些東西 那是另一件事 然後他就跟我說 你哪方面都可以 你一定做到 然後他還說 你是要幫我傳承 這條網很大 然後我問我 什麼事 他等了你很久 可能只有機遇 終於要你走出去了 是啊 那我經常帶著這句說話 就是有任務 對 你傳承很悶 你教人都很悶 而且真的那個年代 也轉了 你要吸引一幫新的人 有興趣 就要靠你了 那我還沒嘗試 令到這件事 是很有趣的 很開心的 不如我今早也有上課 上課的學生 他們吵過我 現在他們吵過我 我講話 他又吵我 真的很好 大家開心 其實是 我想這間環境 大家都是為了開心 會做到朋友 對 有時候我都忘記了 無端端我去抱著 當時是個女生 抱著你這樣 不是 他是我學生 我還是要做一個老師的工具 可能老師跟以前的 有進化的 很不同 古板的形象很不同 你說成全的 mission 有一種人是真的 遠流傳文化 如果沒有新一代的老師 將他演化變成 跟這間的年輕人所接觸的形式 又可能 對老師這樣 已經誤上了 抗拒了 更難 所以可能這個方式 沒有辦法 有時候講師 講師 講師 好像是entertainer 就是要表現 要表現 就是要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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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很多時候 譬如火雜社 他跟你是有幾有 不知道 但是他需要 他需要有一個感覺 因為很坦白說 你看到他的樣子 擺在地鐵 或者擺在街上 那些 他們是要entertainer 說真的 他們的知名度 或者他們的感覺 是賣錢的 那未必有人去理他們 但是他很專業地教過所有的事情 但是你說師 也有一件事 基本上 學生學藝的時候 很需要老師去啟發 或者引導 這件事我經常提醒自己 因為做老師某程度上很重要 因為教的都是教的 但是可能他們的個人能力 或者價值觀好的話 他再做的事情 就不會差很遠 可能這個 我也是比較古舊的老師的想法 但是現在很多時候 老師沒有空 或者他自己都沒有搞定 教育那邊 麻煩 我又沒有就職 很堅職的 其實真的希望 可能回去 讓他們的老師沒有忙 多一點時間 至少都 老師是很忙的 老師真的很忙 最真是Whatsapp 我根本就沒有時間看 算好 你不用去教務會議 對 所以我很怕 很不喜歡 正常的學校教書 我媽媽那時候 經常都很想叫我 去學校教書 我第一次反映就是傻 我不會做這種事情 因為教育制度 要處理的不只是教職 更可能是學校 我那時候很傻 問回我中學的老師 我中學的聯絡 我真的有一個很天真的想法 你這麼多事情 為什麼要開會 還有做文職的文書 我為什麼不請秘書 然後她第一個反應就是 坐在哪裡 好問題 我什麼都不用說了 已經是 因為我回到學校 我四周看一看 那些書寶 是這樣在他旁邊 真的坐在哪裡 這個我覺得是挺不開心的問心 因為這麼多古靈精怪的事情 譬如我自己有些小學同學 她是教書的 她是說很多文職 可能無端端不知要搞活動 待會又可能要車 又要她安排那些 其實真的不是她的專業 她多一點時間跟學生 溝通一下聊聊天 就好像你的老師在我 或者開頭那一陣 那些時間 起碼你老師跟你講一些 威水史也好 其實她怎樣應付這些威水史 怎樣去處理 其實她是否覺不覺 講了一些什麼部分給她 現在新一輩她是很忙的 所以為什麼我說 靠你了 麻煩教妻道 都做了別的 你知道有搞閉飯 不是正常的教育 我經常覺得 要的正常教育 但會不會好像 這一類書法 這一類學校的書法 是興趣頒得來 是很隨便的 其實應該就是 你上中文課 而不是學書法 中文課沒有了書法 之後 其實基本上是很失敗的 絕對 就是上課第一件事寫字 抄書 抄書 現在就來中文就打鍵盤 寫都不用寫 對 他們常常不懂寫字 其實你沒有寫的問題 你順便應付考試 是真的 而且現在真的打電腦很多 我不是去到書法 你只寫字的觸感 我常說手有很多神經 基本上你一個小朋友 大陸發展 不只是說幾個字 這些完全沒有發展到的話 某程度上 很多東西不會運用 或者單向了很多 但這件事 我不知道教育制度 最重要的 我沒有可能一次過 改太多東西 我也明白 我改變了部分就算了 是 起碼他不會這麼 可能在一些位置裡面 沒有什麼自己的想法 或者可能未能這麼寬闊 而且不知道 原來寫字可以這樣 原來寫字背後是有故事的 字還要是 你會發現歷史會飛猛艇 還要將它變成 不只是紫上的東西 有線的 也有石頭 中國字是結構尾的 你想像不到的 是建築尾的 但肯定中文是沒有說到結構尾 我相信 正常的學校 正常不會說 問到十方式應該是有 是呀 不好意思 因為我正在迫迫他 因為其實孫公子 對香港的教育制度 也有 我不知道是有些人帶 我不敢說 所以我正在迫迫他 因為我不是Sara 那隻藝術家的天份 不會有師傅點化我 問題是我得如亡全 就放下了這件事 背後我追了另一件事 我正在搞那個 都是語文相關的 對,語文相關的 問題是 有更多智慧的 模擬思維 我也是中文大學自卑的顧問 所以他是玩過日記 但語文是很大的關係 我們帶了入語常會 變成了現在全港中學的口試 發覺為何其實是中文大學那一套 是有原因的 所以我發現 我覺得很感謝我 我帶了Saraf過來 起碼令你找回 原來是自己的 起碼可以解釋 起碼現身說法 解釋其實那個字的書法 是很有教育意義的 絕對是 所以變成是以實用角度來看 就是這樣看 但純粹是一個藝術角度來看 你不要管它實不實用的話 基本上是一個很大滿足感的活動 所以變成是 雖然Sara帶了藝術那邊 我也提醒觀眾 如果有心鑽研的話 另外還有一個很實用的社會層面 大家經常忽略了這些 我特意把她的Facebook放出來 詳細地想找這個 《笑平末記》的Facebook 就可以跟Sara聯絡 因為我覺得任何藝術都好 其實你有那種熱到發燒的熱誠 你才會找多過 多過 所以應該多謝我 原來你也發過一下笑 因為那樣東西 你要有這樣的人去帶領 你後面的人才會跟到 可能他那一刻未很發燒 就像你剛開始學習一樣 你總有人要去點火 要有人發燒的話 他不是現在有很大的火頭 不定要去點火 我現在都出來炸火頭 只是炸在那邊 好像他那樣 本身餡有東西 那樣大火 就拿回來 可能不是 就是你自己入室的弟子 但我自己覺得很需要有這些入室的弟子 因為不同你普通班 因為時間少 還有你可以說的東西 始終都是一些skills的東西多 但你譬如一些藝術的東西 很多時候裡面的東西比較多 還有去到最後 你如果可以把你師傅的東西 再將它發燃光大之餘 演化了一些新的東西 你相對才有一個成長 但那些是很看裏面的東西 相對 也是 其實藝術也是生活的 不如他們發生什麼事情 都要跟我說 所以 又好像一個心理治療 有些著名 有些著名 大家都變成朋友 例如他說他家人病了 或者他自己發生什麼事 很可能他都會反映在他的作品上 寫字更加 寫字他們會 比如他上個禮拜 可能他心情煩躁一些 一看就看到 今個禮拜 可能他已經沒有了腦和感冒 寫字 完全看到他 心理治療的一種 你可以診療 診療 診療你的學生 診療 你熟悉他本身的情況 是怎樣 從字看得到 因為有些人是音樂 可能彈琴就覺得 你很煩躁一下 可能不同一個曲目 都可以差很遠 也是的 上次彈和今次彈也不一樣 上次寫和今次寫 你今次做什麼 你的物乾還是你個人乾 可能要平衡這類型的藝術 音樂也好 書法也好 其實要平衡那個人的風格就要很大 還有這些是很主觀的東西 你看到 可能那個脈 我不肯定 就是從一個字 究竟你的心情煩躁在哪裏發現 可能你覺得脈 你不覺得深色一點嗎 可能對那些門外看 有嗎 可能我的反應是這樣 所以要很有資歷的 才能平衡到 這方面的一個結果的部分 所以我也可能不明白 為什麼會很多時候 教育制度 或者很多一些普及的教育 因為它沒有那麼厲害的詩詩 在那裏 變得很普遍的 可以平衡到 但它們的深層次就比較難 會不會呢 高難度的 這個 即是你自己認識的問題 譬如說 你彈一首歌出來 琴音很亂 知道什麼 問題是你不是去找音樂 你可能不會覺得 現在很多小朋友學音樂 很機械化 教育科出來 機械到不得了 其實根本說的難聽 是將他的感覺 是detached 對 反過來教那些人 你不要理你心情 彈一首歌才會抱 但又怎麼不理心情 混為一看 我聽過教育朋友說 在第一至四級 就可以沒有心情 第五級就開始聽心情 現在有很多所謂的教育失敗 就是寫本續末 它是要求看結果 能夠出現效果 其實不理會過程 過程是比效果 你沒有過程 不會有效果出來的 這個 倒轉開始的文化 這個世界本 可能有很多藝術 或者很多人 有很多事情要慢慢想 我都知道 我都知道你在做緊 所以我都順順地逼白 因為我很鼓勵 起碼是新科相傳 不要斷了 所以 譬如說說算輸 我相信 香港我們所說 如果比較平民化一點 會只有你 譬如做一些比賽評判 可能都是 你這類的 會不會有 譬如其他人都有 這些比賽 因為剛才說話是比賽 我就很想知道 是什麼人去評判 因為 假設那些很專門的 譬如到你二十年經驗 但不是 你評判就只有一個 當然說不公平 那些是什麼人 通常都是一些書法家 但不是你這方面 如果我去都是看算輸 因為通常寫書法 不是每個人都會看算輸 如果那個人 夠膽拿算輸來參加比賽 那個人肯定有了到的了 你看一下 以前我拿算輸來參加比賽 永遠拿不到第一 後來我發覺拿行書參加 就一定有 因為行書的評判是特別行書 行書就看到 不容易看 我以前拿算輸來參加比賽 多數是拿第二 因為他們不夠膽肯定那個字 是對還是錯 反正你錯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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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給你第一 那你就死定了 於是我後來 當然不拿算輸 那些書卷差很遠 差一千元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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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我會問這個問題 就是 很多時候一般 在一個評系的時間裏 因為為了公平一點 他們沒有辦法 找一些雙類似的人 但問題就是 很多時候 雙類似的人 可能會影響了 那個原先專業裏 那個基準出來的效果 當然 我都說 比賽的事情 都不可以說太上心 有很多比賽的事情 絕對是 但是當然你就懂得比賽策略 所以都可以去考慮 但很實在的就是 沒有辦法 如果不是更多 像這些發燒的人 對於某個藝術發燒的話 你永遠只有 一兩個 兩三個的話 其實他的發展 會限制 對的會有限制 對的 會有限制 對的 你將來演化到 什麼成果出來的事情 但是如果 軟了成全 就不用說下一句 這是很麻煩的事情 如果你沒有足夠 我們叫那個 Critical Mars 如果你沒有了 一個基本生態 在這裏 字也是一個生態 它是會斷纜的 還有很多歷史 很麻煩 你是靠人去寫的 你沒有了人去成全 去演繹 去發揮的話 你會發現 世上有很多所謂古代文字 叫死文字 對回是沒有人會看 沒有人會寫 不知為何 沒有那個感覺 幸好現在中文 仍然能成全 但難度 還有什麼加科 你全部看字母 變成你落手 寫字已經少 還要說是寫古體字 古道還要算 是 我媽媽以前說一門手藝 很明顯是一個手藝 而你的手藝 是比較難補充的 但是這個手藝 就令到你很獨特 如果要說 小朋友經常說 我現在要學一件事 要知識的 要什麼 但很容易被人重複 很容易被人代替 但當你有門手藝 而你的手藝是因為你的個人 過往的經驗 而有的話 你就會很獨特 你不需要擔心別人去重複你的 因為你是你 你有另一個 但他肯定跟你的背景不同 可能他算書再加機械 或者你算書加藝術的 每一個人都一定有獨特的東西 而加出來會很不同 你每個人就有價值 因為很多人說自己沒有什麼價值 原來他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找不到自己的定位 找不到自己的價值 因為你這個是算書 但你還有畫的背景 所以你出來的東西 你的風格是有些不同的 但是很多人 好像因為要拿成績 要拿很多東西 他根本都 以前的東西好像要放下 或者好像沒有關係 他遺忘了自己 原來他有他這個價值 已經是獨特的 好像不是很被 即吹捧 或者是不被尊重自己的東西 才搞到那些小朋友 經常都為什麼 讀 因為剛剛今天看新聞 就說內地的小朋友 沒跳樓 就走了 他只是留一圍書 他父母很厲害的 他就由讀書開始 就名校那些 跟香港的路差不多 然後他當他大學畢業的時候 真的哭得出 下了一圈 那些同學以為他 怎麼了喝了一點酒 就是情緒來 那些同學想到他很感動 畢業 他就說我終於學生了 不用讀書了 他的感動是這個原因 因為他在香港的遺書有寫 後來 原來是未完的 因為合作了一些大公司做 但他說他人士 即是很出名的公司 和他們的工作需要的能力 是很高 他覺得他受不了 後來寫遺書 就說很累 我想休息一下 而他父母就把遺書 傳出來 就說 其實真的要反省 因為他們很厲害 他給他最好的東西 但是 他沒有了他自己 他經常都說 其實一對很厲害的父母 生了不厲害的小朋友 不聰明的小朋友 其實他沒有理會過小朋友 究竟有什麼開心 他很努力去做好自己 他能夠滿足成績畢業 能夠滿足成績畢業 能夠滿足成績的工作 但他不開心 不是他的事 而是父母的事 最後得到結果 就是他提早完結生命 我想這也是其中一個反思 就是會不會尊重 因為我相信 譬如在選書 現在跟你家長學活動 學選書 我想 那些家長也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會不會任錢出來給錢學 是的 因為 有可能 零成績有馬上的改變 或者又不會加分 但這件事很慘 你不是即時看到 很慘 但其實你騙殺了很多小朋友 就像你這樣 兩歲就已經 嘩 或者你剛才的小朋友 印完之後 爽 可能他會 有心發現 有型仔 你明白 可能他發展到 咦 再加上西方的特色 酸酸除了 紫石 皮膚射都可以 你沒有看這個 台灣 即雲林 其實你有沒有留意 他的舞台設計 他的水咒 說得明是書法 其實是漂亮的 還有我想這樣說 也都是因為 很過癮的 你看清楚 書法 或者這一類型 一些比較沒有實在 框框的東西 你會發展到 你會願意去感受一下 去看 一些九五八八的畫 所謂的 九五八八 其實他本身有些東西 是 其實是令到他的意識 或者某些審命 會提升 當你框了他 只是一二三四五七 他就是那些 可能完全不懂 去處理那些東西 都會不出奇 所以我想其中一個 除了是這個 傳承可以的俗算書 多人認識之外 我會說一個 就是鼓勵Safra 可以多些獸仔 這個可能是令到他 另外一些成就 例如在藝術層面 有多厲害 不知道 但起碼他懂得欣賞 Tattoo 也可以 哇 在這裏過癮 這可能是其中一個 簡單一點 最重要的是什麼 型 現在沒有什麼人不寫 你又說到型 你又說到型 其實對小朋友來說 另外一種的部分 就是如果他覺得型 他可能會比較興趣 現在的小朋友也是 要潮 以前吸煙也是 型的嘛 他才會吃 正如現在 新的想法就是 宣書是型的 整件事 就是拿著石漿出街 無敵那隻 其實你搞得 我都覺得簽名 等等 整件事 吸到紙上 是宣書印章 我想整件事 型到爆炸 你送多少花 送禮物沒用 那件 不是 你就是會黑一下 其他男士 要跟著 起碼要大半年 首先他一定很喜歡那女生 因為這麼長的時間 去黑一件事 沒有人記者 但那個女生未必喜歡 你黑了給她 是 是 看看你哪些 可能要找一些 可能成熟些 去談分論假的階段 整件事可能會好一點 不知道 不知道 不是說了女生的 小公小的 有很多知識 所以你看到她那些 我已經沒得說 你沒得說 我也不說 就是心意 心意 手作 對 手作的心意 因為回到第一集 你找我那時候去談婚禮 其實很多時候 在婚宴到晚的時間 那些新人 新郎或新娘 都會做很多心意的事 即是五音不全 都要唱歌 是 不懂得吹唱歌 都會吹 吹完到尾 我們都不知道什麼歌 都會有 手割不跳跳舞 對 上一次我都說 她那個女生 本身有藝術底 她在現場是玩沙畫 即場玩沙畫 這就是誠意 她真的學了一段時間 她有背景 但她沒有背景是沙畫 她是把她的藝術 融會貫通 她當然是有故事 而且是即場做 是不容易 因為有些緊張 你知道沙歪歪的東西 就不像了 所以其實也有 在說誠意 所以可能 其實有很多 訓練公司 或求婚的公司 找一些新的 可能有些都是新的 這些部分 今天很開心 跟Sarah 聊天 這個時間 應該踏入了 我們的大年初一 恭喜發送 對 Sarah很好 我們有一些輝春 帶來 可以跟我們 分享 各年 擺連 我在這裡 這是平安 對 我這裡祝這麼多 社會的觀眾 身體健康 最重要 擔心如意 我們出來平安 因為行船跑馬 經常四位 對 所以 這個也很好 謝謝Sarah 帶來 揮春 以及在這裡祝遠 各位觀眾 新的一年 雞年 揚揚順身順意 拜拜